火車從廟內大殿向外竄出 連一旁的鐵棚架也燒了起來 不少民眾站在廟外一輪紛紛 沒有想到會突然起火 生活地點是有著泡麵土地公之稱的 南投中寮石龍宮 一號半夜兩點多 要來辦辦民眾發現 大殿旁的蠟燭堆和油燈竄出火苗 民眾說離開後 聽到有其他人想用水滅火 但因為裡面有油燈趕緊阻止 消防隊到場花費半個小時才將火勢撲滅 那火勢在很快門就撲滅 那並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雖然沒有人受傷 土地公神像也沒有受損 但廟內裡裡外外都被燒黑 火雕人員一早抵達拉起了封鎖線 初步調查起火點是神像旁 放置蠟燭和油燈的殘駕下方 石龍宮被稱為泡麵土地公 是因為有人吃了參拜過的泡麵後 中獎又買泡麵來還願 久久之吃泡麵敗泡麵成了特色 平常不論是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信徒 這次為什麼會在半夜失火 消防隊還要釐清 廟房也說因為火場還在整理中 呼籲信徒暫時不要前往 華人新聞 無良 楊宗穎 周大祥 藍頭報導